Bonjour! 今天我们来记了一些你每天都可以用上的法语表达 尤其适合法语初学者 第一个表达 Tu veux boire quelque chose? Tu veux boire quelque chose? 你想喝点什么吗? Tu veux 表示你想 Voe 动词原型是 vouloir Vouloir 后面加动词原型表示想做某事 Boire 喝 quelque chose 某事 某物 Tu veux boire quelque chose? Zabiu Tu veux manger avec moi? Tu veux manger avec moi? 你想和我一起吃饭吗? Avec 表示和什么什么 Avec moi 和我 Zabiu Tu veux sortir ce soir? Tu veux sortir ce soir? 今晚你想出门吗? Sortir 表示出去 出门 Ce soir 今晚 Tu veux sortir ce soir? 所以这里都是 vouloir加动词原型表示想做某事 接下来第二个表达 Tu fais quoi dans la vie? Tu fais quoi dans la vie? 你从事什么工作? Quoi 表示什么 它可以直接放在动词后 Tu fais mi做? Tu fais quoi? 你做什么? Dans la vie 表示在生活中 Tu fais quoi dans la vie? 字面词是你在生活中做什么 引申出你从事什么工作这个意思 我们再用 quoi来造更多句子 比如 Tu veux boire quoi? Tu veux boire quoi? 你想喝什么? Tu veux manger quoi? Tu veux manger quoi? 你想吃什么? Tu veux quoi? Tu veux quoi? 你想要什么? 所以 quoi 表示什么 用在动词后 这个用法非常常见 但注意的 这个用法通常只在口语中 和朋友和比较亲近的人使用 在正式场合中 尽量不要这样说 接下来第三个表达 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在这表示哪一个 相当于英语中的which one préféré表示最喜欢的 再比如 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接下来这个表达 你在说谁 动词原型 表示谈论某事 说某事 qui表示谁 Tu parles de qui? 你在谈论谁 sab you? Tu cherches qui? Tu cherches qui? 你找谁? cherche 动词原型 cherche 表示找 gm qui? gm qui? 你喜欢谁? m 动词原型 emme 表示爱 喜欢 tende qui 这个疑问带词 在这我们是把它放在了动词后 本质上还是陈述俱续 只是把语调上扬变成了问句 这样提问的方式在口语中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注意了 在正式场合 比如面试啊 工作中等 尽量也不要这样用 接下来这个表达 Ju habite où? Ju habite où? 你住在哪? Wu 也是一个疑问代词 表示哪 哪里 动词原型 abite 表示住 Ju habite où? 再读 on se wa où? on se wa où? 我们在哪 见面 Ju habite où? Ju habite où? 你在哪 工作? 完了 有没有掌握今天的内容呢 最后 如果你是一名法语初学者 或者想开始学习法语 我推荐你可以看我的 法语流利说三步走 以及我的 洛拉法语口语精品课程 在上面 我会对法语所有的 发音进行系统详细的讲解 并帮助你掌握 法语中所有重要的语言点 使你可以开口流利 说法语 大家可以点击置顶评论的链接 来了解更多 最后呢 不要忘了点赞 并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很快 下个视频见 Ciao Ciao